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研究的观点 这些课呢 我们想介绍一些 现在研究的一些观点 首先一个我介绍一下 对腐妞的研究 腐妞 怎么看这个角色 历来分歧是很多的 是吧 甚至对详日的研究 分歧还没有这么多 对腐妞的研究 分歧很多 这说明腐妞的性格内涵 非常丰富 有可以讨论的空间 是吧 过去的研究 比较代表性的看法 一种是认为腐妞 基本上就是和她的父亲 就是那个车厂老板 老板呢 这个刘四 那个刘妈 刘四 基本上认为腐妞和她爹 是一路后 都是属于剥削阶级 属于压迫者 所以她和腐妞 和祥子的关系 也是车主和车夫的关系 阶级矛盾 所以她认为腐妞用无耻的手段 骗起了祥子 做她的丈夫 是吧 从此呢 祥子就彻底堕落了 是吧 她诱惑了祥子 跟她发生关系 然后假装怀孕 祥子没有办法跟她结婚 认为这就是 这个一种结局压迫 所以认为腐妞呢 应该承担 祥子堕落的责任 以前有这样的评论 这样认为 这是一种观点 还有的观点 有的研究认为 腐妞是好吃难做的 有很多恶习 结婚以后 对祥子施加精神上 肉体上的压迫 世界观呢 也可以跟祥子是背道而驰的 比如说她 结婚以后 不准祥子再拉车了 说你满身触汗 你不要伤我肠等等 后来一些研究 对这些结论产生了怀疑 刚才说的 对腐妞的这种认识 认为腐妞虽然有很多恶习 也的确是造成 祥子悲己命运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她毕竟或她爹 那个刘四等流氓 那些压迫者是不同的 她本身也是受压迫的 认为腐妞本身也是受压迫 这个也有这样的看法 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个问题 到底腐妞 来深入讨论 到底腐妞对祥子 她有没有真正的爱呢 以前有一种看法认为 没有 如果有就是变态的 是老嫂子疼小叔子那样的爱 另外润迷腐妞有一种 义夫欲 私虐狂 比如说她帮助和打扮小福子 然后来窥视小福子那些私生活 这都变态 要小福子讲 军官如何 这个 这个 肆虐的 这个从中获得 乐器 从 这说实际的观点的研究者 还分析了腐妞 那种变态的来由 认为 譬如说腐妞 从小的生化在一个 非常粗俗的环境里边 没有母爱 没有正常的父爱 所以男性化 变态了 更重要的是认为腐妞长得丑 快四十岁了 三十多岁了 嫁不出去 那个时代是很要紧的 自卑 所以就焦虑 就形成反常了 甚至要报复 所以一般就把腐妞的变态 也看作是一个环境 造成的一种后果 对乡子形成的压迫感 这是一种看法 但是也有一种看法 认为腐妞 这个不是这样的 是认为腐妞是 现代文学里边的 非常难得的 一个非常成功的妇女形象 是吧 她很真实 认为她对乡子的爱 是真实的 是天然的 虽然在俗法上 有点不妥当 诱惑 或者是用个枕头 塞在肚子里 说自己怀孕了 骗人家 俗法上有点不妥当 但认为她 这个爱界点上 她是真的 甚至超过翔子 甚至比翔子更可爱 有的研究者甚至这样认为 就在腐妞是一个粗俗的 泼辣的 凶悍的一个女子 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到 传统妇女那套 像温柔 体贴 贤慧 自我牺牲 还有美貌 对翔子来说 对那个腐妞来说 都是没有的 这个人 这个腐妞这样 跟她从小是在 那个粗俗的环境里面 在车场里面 长大有关系 加上长得丑 嫁不出气 所以变态了 但她敢做敢为 看中翔子 就抓住不放 是吧 这种泼辣的女子 在中国文学史上很少见 一种观点 这样看 就是走在 但走到大街上 也是不难碰到 街内这种类型的女人 是吧 它是一种类型 生活中有这样的人 敢做敢为的 是吧 那为什么说 这些评论者 为什么说 腐妞比翔子更真实呢 在腐妞接会以后 一门心思就在翔子身上 她对翔子的爱是真实的 这是一种看法 大家看有没有道理 他们兴奋以后 有过一次吵架 小说里面这样写 大概两个人 没有什么话要说 翔子结婚 从第一天起 就不太喜欢这个女人 是吧 就有一次 他们两个说话 说写了话 翔子就问腐妞 你有多少钱 腐妞就说 我就知道你问这个 你不是起媳妇 你是起我这点钱 是吧 这两个都是粗人的 说话有点知来知情 这就伤了 翔子的自尊心 小说里面写 他当时的心里 恨不得掐住腐妞的脖子 掐掐掐 就用了三个掐 一直到他翻了白眼 然后呢 自己抹了脖子 干脆大家都死了算了 这段描写确实是 腐妞比翔子要真实 这个评论家认为 腐妞要真实 腐妞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他不喜欢那个结婚以后 翔子就是盯着他钱 是吧 他认为他们应该过日子 这个确实 翔子就知道 找钱去买车 也是有点变态 而且不是那么真实的 这是一种看法 大家来看看 这有没有道理 我介绍点不同的看法 另外有些研究者认为 翔子和腐妞 性爱关系的描写 那个有缝隙 里面可以发现 翔子以及老舍 都是有问题的 这个里面有一段 关于翔子和腐妞的 性爱关系 这个这种描写 暴露了 说明了 翔子有问题 作家老舍也有问题 都是数字以 市民社会比较流行的 但是又比较低级的 对女性的看法 首先来看 这些评论家认为翔子 从表层来看 是腐妞勾引了她 是吧 这没错 结婚以后呢 又是嫁异了她 让她一步步堕落 这个原因呢 甚至比买不上车 失去劳动权力的威胁 更严重 对翔子来说 是翔子彻底走向 堕落的原因 是吧 甚至是作品描写的重点 不管作家是不是有意 但是有些研究者分析 对翔子和腐妞的道德评价 作品的倾向性是不公平的 认为老舍不公平 骨子里面潜伏着 拟人祸水 这个腐朽的思想 就认为老舍写 这个翔子和腐妞是不公平 有拟人祸水的腐朽的思想 在猪怪 以前多数的研究者 对腐妞的评价都比较讨厌 厌恶 是受到了作品倾向性的左右 就因为他读这个作品 受到作家的左右 因此呢 同情就在翔子这边 就受到老舍的影响了 在这两个人物 就是同情翔子 但是这些愣者认为 如果细度作品 就发现不见得是圈套 这个情节 不见得是圈套 那个当天晚上 刘四 那个老板不在家 那么腐妞呢 他要自我放纵一下 所以他就要请这个 箱子过来 那个里面有年来 大家注意啊 他在桌子上放了三个酒杯 这过去是有争议的 三个酒杯 有的呢 说是 就是这个勾引 勾引这个箱子 要他喝酒 把他灌醉了 然后发生关系 是故意的 这是个证据 你放了三个酒杯嘛 但细加分析 这个为什么要放三个酒杯 大家以前不太 不太了解这个问题 有的研究者呢 就认为 没有出嫁的女子 是不能够独卓的 以前是不是有这个封锁 这一个女的 女孩 吃你喝酒 这不太好 从作品的描写来看呢 其实 响子是自投罗网 一种看法 是这样啊 并不是完全被动 大家诡计可以看看 他有个证据 小说里面 写到他们发生关系 云语那一段 历来认为是 比较经典性的 但这里也有悖论 按说呢 老舍是很讨厌 他们的结合 讨厌这个 妇妞怎么勾引人呢 但是又把 他们这个性爱关系 描写得如此之美 大家回去可以看看 那段描写 是非常抒情的 就充满了欢乐的感觉 写得非常的优雅 非常美 跟这个勾引啊 圈套啊 完全这个不是一回事 是吧 这个也证明了 有的人认为 证明了 响子不可能是完全被动的 的确 后来呢 他不愿意跟妇妞好 甚至讨厌 妇妞呢 就用这个假装怀孕 来这个 要挟这个 响子啊 老舍呢 显然是站在响子这边的 小说用了很多的篇幅 写响子 以妇妞的性爱感受 可以看出响子 其实不简单 他有 他是一套世界观 包括对女性的评价的标准 这是一种看法 他的基本意思呢 就是说 不能够完全 站在妇妞这边 妇妞呢 也是无辜的 响子呢 其实也是不简单的一个人 如果我们认课 这种说法 接下来就是 怎么评价 结婚以后 妇妞和祥子 他们的关系呢 是吧 前面说 他第一次 他勾引他 这样说的话 是吧 那么他结婚以后呢 的确 祥子非常讨厌妇妇 作品呢 曾经写到 他新婚的感觉 结婚以后 他新婚 洞煌 是吧 那种感觉 他布置那个新房 是吧 他看到那个新房布置 他第一个是恶心 还看到洗澡 他这个两个人 这个 这个 洞房 所谓洞房发作业以后呢 他就洗澡那种厌恶的感觉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为什么 作家为什么写这东西 一种解释呢 就是说 主要是因为 祥子 厌恶这个 腐牛 那为什么厌恶腐牛呢 很重要一个 腐牛长得丑 是一种生理上的 审美的反应 这是可以理解的 是人之常情 但细加分析呢 发现这个心理 深层啊 还有一个 更深的东西 叫信誉禁止 甚至是拟人祸水 潜意识的东西 他不完全是嫌他醋 就是怕他坏了事 是吧 自己不能够 当这个 自私起立的劳动者 所以祥子 讨厌腐牛 最怕的 就是腐牛的信誉太强 吸干了自己的筋鞋 有一种性禁忌的观念 在里边起作用 所以小说里面呢 确实多次写到了 那些车夫 对性爱的看法 有一种本能的恐惧 其中有句话 一个车夫就这样说 告诉那个祥子 我告诉你们 一句真的 干咱们这行的 别成家 一成家 黑天白天 钱闲不着 玩玩 这祥子听了以后 分外 玩脑 就害怕回家 他感觉那个腐牛呢 就是吸人 惊血的妖精 他最恐惧的事 就是结婚以后 拉扯没有力气了 这个就吃软饭了 所以我们可以联想到 小说开头 对祥子那种 健美的体魄的描写 简直就是一种 利和健康的赞美 小说的结尾呢 是变成一个行私酒肉 完全非常可怕的描写 写到那个白房子 有些学者认为 这种观念 这种对比 其实里面确实是有 潜意识的东西 也是一种落后的 市民意识的体现 这些作品写那个腐牛的丑 出俗 背后 还有对女性 比较传统的那种 评价标准和眼光 在祥子看来 像腐牛这样主动 所谓的主动 这样袒露地追求 信赖的女子 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有些研究者认为 老舍是用一种 市民的眼光 来塑造这个除女 这个腐牛的大胆 泼辣 粗俗 这个 其实是真实的 这个形象 大于她的 本身的内涵 她的某些真实的性格 依触了 原来否定性的框架 这种现象呢 就值得研究了 还有 如果用 女性主义角度来读解 就可能就更有新意了 祥子 以及老舍 可能潜意识里面 都有女性祸水的 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联系到 四四同堂里面 那个韵媒 贤妻良母 作者极为赞赏 这里面就是老舍的 一种思想的体现 所以上面提的观点呢 不一定是定论 大家可以来讨论 来思考 一个作品可以 也多方面的思考 但是要注意我们了解 老舍的创作四点 对这个 骆涛祥子的主题 可能会产生质疑 就是说 他的主题 这个可能有潜在的主题 就是女人祸水 那个主题 这个主题呢 冲淡了 甚至颠覆了表层的主题 表层主题是什么 这祥子的悲剧 是社会压迫的悲剧 是吧 可能是颠覆了 甚至可能给人一种印象 祥子的悲剧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找到一个坏老婆 另外从研究方法上来说 有些作品呢 已经有定论 这些定论很可能会束缚我们阅读 形成我们阅读的惯性 如果进入研究 这个我们要或者要跳出来 用另外的思想角度去探究 这个是我们以后读这些作品的时候 不妨这样来尝试 不要输一些定论的这个约束 还有就是要回到文本的解读 优秀的作品呢 都是经历起各种各样的解读的 用细读的方法 可能会有新的体会 新的心得 是吧 像刚才我们讲到有些研究者 从那个三个酒杯 非常小的 大家忽略的细节 读出了一些 不被人注意的一些地方 发去一些新的东西 是吧 又譬如说我们 阅读中对腐牛 是一个初步的印象是什么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印象 支持这种印象的文化 心理因素是什么 是吧 阅读中如果能够跳出来 就可能有新的发现 所以我们讲这些扩来 其实也是为了示范这种 不同的阅读方式 学会如何深层次的印度 来发现问题 这是第二个问题 就讲完了 最后简单说一下 第三个 语言艺术与精畏 骆驼讲者的语言艺术 是在专门研究的 在现代作家里面 老师对语言艺术的贡献 是一个非常大的 它是一个审美功能 语言的审美功能 对这方面非常自觉的 一个作家 这个可能是 曹水群以后 真正有自己 遗体风格的 语言大师之一 这个老舍 这个《红楼梦》以后 真正有自己 遗体风格 整体语言 能够形成一个 风格的语言大师 它不但有实践 也有理论 对这个现在 我们研究是不够 首先我们看了 这个老舍的语言 是白和俗 白就是用纯粹的口语 白话 脱离了这个文白夹杂的状况 这个我们都 这个二三十年代作家 很多是这个文白夹杂的 是吧 俗就是明白易懂 用通俗的 鲜活的语言 总之呢 就是说你读老舍的作品 感觉到他的北京话 言之言尾 是吧 这是这个老舍的作品 一个基本的语言的贡献 当然他早期的作品呢 也有文白夹杂的现象 后来他的就改了 到小波的生日以后 就开始成熟了 到了骆驼乡子 就达到巅峰了 我这里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 有气的数据 很有意思 计算机进行统计骆驼乡子 一共107,360个字 不同的字 就是这些一共的字数是这些 那么用这个不同的字呢 是2413个 所以只要认识621个字 就能够懂得95% 大概小学四五年级 就可以读懂骆驼乡 所以这个留学生 学汉语 这个骆驼乡子 是最好的胶本 而且这个是可以朗诵的 是吧 就是说他能够写到 纸上的写的 和口中说的都差不多 能够用最浅俊的词 很少用漂亮文雅的形容 形容词用的很少 它的记事都很短 形容词很少 它是细数描写 对话是统一的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记事很短 很少用形容词 即使要形容 也是多数作为 胃乙来使用 胃乙来使用 这写得很干净 是吧 这个大家可以找 这个 这个一些 例记来看 另外老舍的语言艺术 也得利益 他对北京市民语言 以及民间文艺的热爱 和熟悉 就是他把那个北京市 潜意的那种口语 白话 这个把顶平凡的画 调动的生动有力 就烧出了北京话 白话的颜色味 颜色原味 同时呢 又追求那种精致的美 这北京文化是很精致的 写出了那种简单的 有力的 可读的 而且美好的文章 所以老舍的文章啊 是通俗信封 文学信是统一的 干净利落 鲜活 纯熟 平易 不粗俗 精致 不雕琢 不雕琢 这也是很重要 是吧 所以这个 以词 既是 以气 和说话的那种神态 气韵 都有他的创造 都渗透着北京文化 你读他的小说里面 那些话 就感觉这就是北京 就是精味的一个重要表现 所以我们讲精味啊 它是一个风格了 包括他的语言 包括北京特有的风韵 特技的人文景观 还有文化气味 这个 包括他的器材 是吧 他的风格 作为这个小说的风格 氛围 心理的结识 这个对都市 写得非常精细 非常到位的 老舍的小说 对精味的一种表现 牵动了 他的全部的复杂的感情 这里充满了对北京文化 所蕴含的那种高雅 舒展 含蓄 精致 有欣赏 有陶醉 以及 这种美 他的丧失 毁灭 所产生的那种感伤 悲哀 那种敞望 以及 有时呢 也为这种文化的过俗 北京文化是 舒吐脑的文化 所导致那种柔弱 衰败 而晚叹不已 所以 老舍呢 对北京文化的那种 沉痛的批判 和 尤其 现代命运所允起的 婉国情调 是交织在一起 是老舍作品里面呈现出 比同时代啊 很多主流派的创作 更加复杂的那种美学的特征 所以老舍呢 他作品里面的精味呢 正是这种主观的情愫 以对北京市民 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 客观的描绘 统一起来的 是吧 所以这个 是金卫 是老舍的 这个 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但是呢 也是 他这个 这个金卫的描写 金卫的体现 不光是语言 他也包括心理 包括文化 整个理解 老舍的性情是很温厚的 他写作状态呢 也是比较平和的 老舍的写作 常常处在一个非激情状态 那么这点呢 跟那个鲁信不一样啊 跟上次我们讲的 巴金也不一样 老舍更像是中年人的艺术 他的作品呢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追求幽默 受到英国文学的影响 是吧 但这个 他内运呢 就是精卫的 是吧 这个关于幽默啊 这个我这个 有时间关系呢 就不是载客来讲了 这个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 老舍的创作呢 这个 它是喜记和悲记的结合 讽刺和抒情的渗透 它有一种内隐的 一种艺术的力量 所以读他的小生呢 往往就感到 这个 既喜又悲哀 严绝深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